首相署部长纳兹里表示政府不会应律师公会的要求 为428集会当天过度使用无力 滥发水炮与吹雷弹的指控道歉 认为政府并没有做错 他说警方是根据国际标准拆取水炮和吹雷弹 作为驱散集会者的方式 并表示政府成立的6人独立咨询小组 必会把在428大集会违法的警员省置疑法 另一方面内政部长西山木丁也认为 律师公会所拟定的428大集会初步报告存有偏见 会导致律师公会失去公信力 他说集会当天洞出的警员只有两至三人 因此民众不能一足肝打翻一船人 首相纳吉在昨晚的巫统66周年党庆大典中 提出投选国阵的七个理由 例如国阵比明年更加可信且言出必行 有更好的经济能力等 而他在开场白中也表示感觉好像全国大选将近 引得全场的欢呼 另外美国盖洛普名义测研中心公布的调查报告指出 我国首相纳吉在2011年 亚洲国家和地区领导人支持度的排行榜中 以78%的民众支持率名列第六 首相今天也和四名推特社交网站追随者公用早餐 其中一名追随者还形容首相是个随和有行的人 当被问及有关来接大选的日子时 首相却拒绝透露任何详情 吉隆坡一名26岁青年 今早11点左右 硬不堪妻子离弃 而以啤酒配吞大量班纳多子痛药 企图自杀 最后难耐痛苦自行拨电招来救护车送院 男子在救护车抵达前 还两度拨电到新州日报提供自杀情报 记者快速赶到他家 并搀扶当时仍然清醒的男子上救护车 三辆载有巫统男女党员的巴士 在昨晚出席巫统66周年党庆大典后 于回程途中罹难 其中两辆共载有84名党员的巴士 于今天凌晨3点左右 在南北大道靠近芙蓉亚沙收费站路段 撞上一辆托格罗里 造成一人死亡77人受伤 另一辆前往霹雳州江沙 载有17名乘客的巴士 在凌晨6点于江沙一例达到45公里路段 和一辆小型罗里相撞 导致罗里内一对华语夫妇小贩当场赏命 17名巴士乘客则受轻重伤 更多新闻请留意新州日报或浏览星球i.com